摘月风斋是全球穆斯林古老的宗教习俗 但中共当局禁止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风斋活动 说是为当地民众身体健康考虑 评论指出中共对当地的打压一直在延续着 现在又利用行政手段打着为民众着想的旗号 干涉当地的宗教信仰习惯 只会激起更大的民分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每年有30天的风斋活动 7月20日摘月开始 新疆各籍政府如临大敌派遣中共官员进驻清真寺 在每个周四接受官方约谈 有当局规定周五的讲经内容等 中共还在乡村县一级组织了摘月维稳队伍 严查摘月集会和从事宗教活动 同时新疆各地政府网站都发出通知 严禁党员干部职工师生参与风斋等宗教活动 新疆喀什地区也呈现 安江买里社区在摘月期间开展党员干部 谈话会的简报上说 穆斯林开始风斋的时候 当地举办干部理论培训班并提供免费午餐 拒绝吃午餐将有可能被指控 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中共当局声称 禁止风斋是对当地少数民族民众身体健康的考虑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引用新疆自治区政府发言人 侯汉民的话说当局鼓励人们为了工作和学习好好吃饭 但不会强迫任何人进食 常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张海涛表示 穆斯林风斋活动是宗教习惯 维吾尔人按照宗教教义 从日出到日落期间不能进食 在新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现在中共说为了他们身体健康 完全是为了掩盖在当地推行的宗教迫害 中共一直打着这样的旗号 你就像它一直打着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侵犯人民的利益 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对这个信仰是很虔诚的 你现在就是利用行政手段 你打着为民众多想干扰人家的宗教信仰习惯 这肯定能够提起人家的愤怒的 张海涛指出中共当局对宗教的管控越来越严厉 他说穆斯林在全球各地都有 但禁止封斋的做法只有中国才有 09年以前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能够进行封斋的 这09年以后对这个限制延了 对一些宗教和民族机关限制的延续一些了 今年他们就对摘月加强了这些维稳措施 检查他们这些清真寺还有维吾尔族的这个餐馆 新疆温宿县政府网站资料显示 暑假及摘月期间 学校领导每周联系清真寺不少于一次 及时了解师生进清真寺的情况 严禁教师、学生、信教、学经 周五穆斯林礼拜日必须返校 新疆乌石县文化教育广播电视局 则要求党员干部签署抵制非法宗教活动承诺书及责任书 要求对宗教氛围浓厚 妇女戴面纱、青年留胡须等情况要及时上报 严禁摘月期间封摘 身在新疆的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指出 干涉和打压宗教自由是中共一贯的做法 而这种做法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怒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 就由于更加激化冲突 他本身就提上不允许行政机关的人员是回祖的 是维祖的 他不允许他信教 现在他如果是这样搞的话 禁止人员风灾的话 破坏人员的习俗的话 引起更大的反弹 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后 新疆地区加强了维稳措施 近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院以恐怖组织和煽动分裂国家罪 给20名维吾尔人定罪 判处他们多达15年的刑期 胡军指出 中共经常用各种名义压制维吾尔人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对当地的高压政策一直延续着 目前当地的局势非常紧张 冲突一触即发